小金人入侵光之婆的行动基本上宣告失败了 现在只剩下了阿布索琉特之王的出场 能够逆转目前空境这唯一一个办法 所以小金人应该如何去做才能摆脱这一困境 这里是阿泽所构建的诸国宇宙 一个独立平均于光之国诸宇宙的世界 诸宇宙留下的遗憾和谜谈 在这里都会上演不一样的剧情 本期咱们就来讨论一下 如果小金人没被剧情杀会怎么样 那么小金人以及小金人的团队 究竟在哪些地方出了问题 才导致如今这个情况的呢 其实说白了 小金人流入到现在这个地步 光之国真的是天时地利 人和以及大量的运气 集体加成才可以完成的 但凡少一个环节 或者说少一点点运气 那光之国现在都是新阿布索琉特的了 我们从两方阵营的每次交手来看 双方阵营一共交过几次手啊 第一次战役是以鲁格斯戴特的入侵 和葛迪斯细胞被发现作为开始 以塔尔塔罗斯本雷杰多机会作为结束 第二次战役是以捷特去找三人小队的麻烦作为开始 以小金人抢走游离安作为结束 第三次战役是以黑暗格力桥开始 以古阿大帝被消灭作为结束 第四次战役是以小金舰单挑诺亚开始 以塔尔塔罗斯被打中烧作为结束 目前的最后一次战役 以奥特一族前往王国偷人作为开始 以小金人最多输给奥特之王作为结束 大家都知道塔尔塔罗斯最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族人存活下去 于是就去占领光之国 他选择的第一步就是绑架尤离安 他第一次第二次的战役就是为了这个 那么在这些过程当中 小金人以及他的团队每次战役都犯了什么错 才导致了现在这个结局呢 让我们一个一个的来分析 首先我们看到小金人的第一场战役 也就是和鲁格赛特以及斯兰西人一起出现的第一场战役 鲁格赛特的首次进攻可谓是偷击不成18米 突袭优利亚被艾迪挡住 但这次的进攻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鲁格赛特根本没有出权力 因为在与艾迪的第二次交手中 鲁格赛特表现出来的实力是完全碾压艾迪的 甚至在力量上压制了四个奥特曼 至少鲁格赛特在第一次释放创世暗魂群的时候根本没有开议 这才在对波中输给了艾迪的扣带光束 这是小金人团队的第一个错误 我们假设如果鲁格赛特在第一次的战斗中开议了 那么艾迪就不会是鲁格赛特的对手 这是其他几个单位吗 优迪亚 琢拉 还有天照女王 在鲁格赛特这样的bug面前就不能算战斗力了 那么优迪亚就会在第一场战斗中就被成功俘获 那么接下来的第二场战役就完全没有必要了呀 至于第二场战役小金人团队算在哪里呢 首先第二场战役开始之前派古娃兄弟去送人头 这个行为我就没懂了 古娃兄弟能不能打赢 奥特兄弟暂且令说就算古娃兄弟打赢了 还有跟赛罗都底 我们看贝利亚和托雷基亚出场的时候赛罗不就斗底了吗 那贝利亚和托雷基亚为什么不在古娃兄弟没灭之前给古娃兄弟斗底呢 一场架下来最后是小金人出手打退赛罗作为结束 但胜者却撤退了 还牺牲了两个高战力单位 败者则一个单位没少 这合理吗 这不合理 所以第二场战役 小金人一方损失了单位 杰特抓走了优迪亚 但同时暴露了塔尔塔罗斯的真实实力 二方死亡单位 零 但是卢走一个鱼脸 这也是一个失败的策略 杰特召唤出来的杰顿大军毫无成本不说 战斗力还比绝对一族的小杂兵要强 这个单位的价值怎么说也比贝利亚和托雷基亚要高 怎么就这么轻易的放掉了 除了杰特之外 还有第三场战役的百特新人和雷布特斯也是同样的道理 怎么说也得保住 当他们都没了之后 王国就只能派小杂兵去送死了 完全没有了伪高端战力了 这就是第四场战役嘛 基本上就已经养虎为患了 战场形成在取消逼让之下 绝对一族已经逐渐华力 开始出现高端领导人受伤的情况了 至于这最后的决战 已经算是小杰人的孤独一致了 单挑方面完全不是对手 而且基本上都是小杰人这一方的某个人 单挑奥特一族的好几个人 这场败就基本上已经注定了 那如果我是小杰人 我该如何去做呢 葛迪斯细胞这玩意儿太吃能源了 放在逐宇宙去吞噬星球的话 早晚一天会被奥特一族发现 所以干脆搬运到某个没有高端战役的平行宇宙 让他在那个宇宙吞噬能源 一直到葛迪斯细胞将摩格大神 养成完整的究极体再说 第二鲁格赛特的第一次入侵 就直接让其全力出击 自己给鲁格赛特兜底 创始安魂区怎么说也是个真章技能 多多双少还是优点用的 不谈其他 打团战的时候 直接架个炮口在战场后方远程出入 不是打到哪死到哪 第一战就能直接抓下优利亚 战斗力也不会这么早的就暴露 所以光之国在接下来 营救优点的任务中 就不会派起那么多单位前往王国 大概率只会派起一个赛罗 这个我们看贝蒂亚银河帝国就知道了 一个宇宙的危机 光之国也就只派了一个赛罗过去 那这个当前宇宙内的一些危机 对方还是不知道真实实力的情况之下 自然而然的就只会派出赛罗一个人前往 然而此时还没有和自己交手的赛罗 也不知道自己的真实实力 到时候毫不留情 直接将其斩于马下 不要给对方翻盘的机会 直接像雷古罗斯一样 将其囚禁在绝对领域 当然了 优利亚肯定不能像之前一样 杀也不管的给雷古罗斯关在一起 不过以我大条的性格 不凭上帝视角的话 我估计也想不到 优利亚能给雷古罗斯拦起来 甚至能把赛罗也拦起来 所以暂且就让优利亚 把雷古罗斯救起来吧 但我目前的处理方式 几乎让王国密不透风 他们才要是有智商 就隐忍 等人来救 要是没智力的话 估计冲出来没多久 就要被再抓回去 单独关押了 那么在赛罗势力之后 光祖国自然也就不会这么轻易罢休 估计就会让人去找奥特之王 或者高斯和杰斯蒂斯 因为赛罗是光祖国第一战力 赛罗输了 基本上也就宣告着光祖国输了 那自己接下来的行为 就比较简单了呀 开始屯兵啊 杰特啊 百特星人啊 雷布特斯啊 都马里又动起来 一大堆亡灵怪兽 一大堆杰盾 直接告诉他 你一走 我们就杀了李多利亚斯 让他别到处乱跑 诺亚嘛 你别主动招惹 最后一个奥特之王吧 我想小金王 最少应该能和他五五开吧 所以我就不懂了 拥有这种阵容配置的 塔尔塔罗斯 怎么能把这副好奇 吓成这样 我只能说 谁让这部剧叫奥特银河格斗呢 如果叫绝对银河格斗的话 那是不是就没事了 所以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塔尔塔罗斯直接穿越到现实世界 把刀架在版本脖子上 让他改剧版 这不就全部都解决了吗 嗨 散会